潘女士去年1月买了6张价值1000块钱的一芝加储置卡 说是在一些门店可以打折优惠 当时用了4000多块钱 去年11月她了解到卡不能用了 商场解释是系统问题要等到今年元旦以后 1月22号她又去了商场 他们又告诉我这个还是不能使用啊 就是说要三可能要3月1号才能使用这个卡 一芝加百货杭州西湖时代店前台 有一张去年12月31号发的通知 上面写了增值卡不能正常使用 是公司内部系统问题 力争在3月1号后恢复 潘女士手上这两张卡 一张还剩1000块钱 另一张的余额将近730块钱 记者当天在客服中心还碰到另一位消费者 可以退了吗里面的钱 最终的话因为我们一样没有通知 我们就可以退怎样 记者再次联系潘女士已经是3月7号 她已经又联系过一芝加 一芝加百货杭州西湖时代店四楼办公区 有间屋子关着门 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纸 写了增值卡处理点 工作人员说负责处理增值卡的人不在 记者在商场看了一下 集中收银的柜台已经没人了 几位商户表示去年下半年开始 他们就独立收款了 所以消费者在商场充值的卡就不能用了 最近收银好吗 还可以我们还可以 去年过年的时候收银好 现在 但今 商场一名工作人员说 这片场地有很多个小业主 因为位置不错 当初他们租下来租金就不低 后续因为经营上的问题产生了负债 目前在等待下家接手 在蜀地胡滨街道办事处平安建设办公室的沈亿涛介绍 一只家在全国有四家店 杭州三家 合肥一家 那目前除了时代店 其他三家店都已经平稳的过渡过去了 那么目前前期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协调了一只家的业主 跟现在一个第三方运营公司 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目前的签约率已经达到了75% 合同已经生效 第三方已经正在接手一只家的全盘工作 那么后续我们也讲积极推动第三方公司 为一只家前期的储持卡的问题 进行一个推动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